大家也會覺得這個場景非常眼熟呢 今天是2015年4月24日 上月我們在這裡抽出江蕙演唱會門票得獎者 那我們現在又要重新抽獎了 至於為什麼要重新抽獎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你好,請問是先生嗎 你好,請問是先生嗎 你哪裡啊 你好,請問是誰先沛 好 那一張公圈裡面大家會能超級獎賞 有獎賞的獎賞 然後你隨後的獎賞的獎賞 漂亮 所以要麻煩抽獎會提高 整個獎賞的獎賞的獎賞 有獎賞後就會有獎賞的獎賞 好 那你麻煩喔 這樣我不要去好了啦 我電話也要去啦 不能傳出獎賞 不行啦 傳出獎賞也可以喔 我就傳簡訊 到你手機告訴你 我們就傳得好 直接傳出來就可以了 喔 喔 好啦 我要去不行啦 拜拜 拜拜 事情就是這樣而已 由於蘇先生始終沒有回復 所以我們只好視乎蘇先生放棄 所以各位的機會來了 好,請各位看 我們一部上 所有符合本次抽獎之客的購名單 接下來 幾張的時刻到了 讓我們說出今天的幸運兒 讓我們恭喜奏獎編號3490 好,嘗一下這位客人試試 讓我們恭喜蘇小姐 蘇小姐將有機會 可以在8月23日的參加 將會在台北的最後場 場會喔 我想特別提醒蘇小姐 麻煩你一定要提供給我們 你的身份證字號喔 好,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一萬 對 好嗎? 這樣喔,專業生下 我真的 沒有 沒有 這樣喔 這樣賣 賣 謝謝大家 再一次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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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